好,我们现在来快速看一下Webri的驾站方法 首先我们到webri.com这个网站来 然后到了它的首页之后 右上角有一个注册的按钮 注册按钮就是先直接注册这个账号 你就可以去使用它的功能了 然后就开始输入这些基本资料 然后电子邮件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电子邮件必须输入两次 还有你的密码 密码这边只输入一次了,所以你记得不能够写错 最好这边按一个show 这样实际确认一下你的密码大小写是不是有打错 最后再勾选我不是机器人 然后勾选我同意,然后按继续就可以了 浏览器这边有出现说你要不要保存这个账号密码 你可以按储存或者是不要都可以 储存之后你下次再登录的时候 它就会保留你的账号密码 就不用再重新输入 直接按登录就可以 按键按储存好了 然后这边要注意就是我只需要普通的网站 或者是我需要附设线上商店功能的网站 如果你选择这个的话 我个人比较推荐 因为之后也能够把它转换成这个 但是你选择这个的话 以后你要把商店功能拿掉的话 会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我先选择这个 我只需要普通的网站就好了 好,再来就是选择主题 这个就是它的主题范本 好,这边有组合 个人版 事件 博客就是部落格 即将推出等等其他 这些全部都属于版型 不代表它功能不同 只是它的版型不同而已 那功能都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自己喜欢的版型 比如说我先选一个 Yoga 然后它会先让你预览 预览之后 如果你觉得说 OK,这个是我要的 那你就可以直接按右上角的开始编辑 然后就进入这个编辑的页面 那它会问你说 请问你的网址 就是你的网誉名称 你要用什么样的网址 那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网誉的话 它这边会说 立即连结或转移 但是记住哦 这个是必须付费的功能 那我们刚开始没有网址 没关系 自己随便输入 比如说我在这边输入我的名字 1688 好,这样子就好了 按搜寻 这个步骤比较多人搞不清楚 因为它这边说明不是很清楚 好,然后它这边就告诉你说 你要用这个吗 流芳瑜1688.com 这边有说含一年的免费方案 注意哦 这个是专业网誉 就是专属你自己的域名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这个 这个全部都是以后要收费哦 以后要收费哦 那现在如果你选了的话呢 要马上去支付一笔费用哦 就是去支付它 这个专属的域名 跟这个网站的连结的费用 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说 那另外一种呢 我会建议你用这个 因为之后还可以改 之后你要改成这种专属的域名是OK的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先用免费的 然后你就选这个 所有的免费就是说 前面这个名字是你的 刘芳玉1688是你自己命名的 但是 后面这边你不能改 就是.weebly.com 这个是你不能改的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 公司的域名 他们的网易名称嘛 那前面这个是子域名 你自己随便输入都可以 那我就选这一个 因为他免费 完全免费 OK 他说太棒了 你的网址已经完成了 这时候呢 我们按一下完成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 开启我的应用程式我们稍后再做 然后重新载入编辑器 这个时候 你看到这个就是网站的后台编辑器 这是网站后台编辑器 我们再讲编辑器怎么样去一步步做操作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发布 发布 这边右上角发布 发布意思就是说我要把你的这个网站发布到让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你看到现在正是在后台 所以他的网址是 www.weebly.com 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的网址 在他们的官方网站网址的底下editor 这边是你自己的后台管理界面 专门在管理你自己的网站 那每一个人进这个网址是相同的后台 但是因为你登录的账号密码不同 所以你看到的画面就不会一样 每个人都只能看到他自己的网站 好最后呢我按发布 假设你里面都已经编辑好了文字也修改好了 然后我按发布 这时候 刚刚的这个网址就已经生效了 比如说我点击 你看他另他一个页前 这边 流芳瑜1688.weebly.com 网站已经成功成立了 这时候你会看到什么 这边会有个Powered by Weebly 为什么这边会出现这个东西 因为这是免费给你的网站 你要记得哦 它的最大好处就是永久免费给你 永久免费给你这些基本功能 但是因为是免费 所以他们要打个广告 所以左下角会有这个他们weebly自己官方的广告 如果你要取消这个广告呢 你必须付费 必须升级为付费版本才可以哦 OK 这就是架设weebly网站的方法 非常非常简单 快速 这边的话 无论 我想我们来讲 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